HELLO 大家好,我是十貫六 今天大家分享一台非常厲害的戶外型攝影機 就是畫面上看到這一台 由台灣自聯式科技推出的 iAuto 100%全無線AI戶外型的監視攝影機 而且我覺得這一台機器 應該可以顛覆大家對攝影機的一個想像 怎麼說呢 因為以往這種雲端攝影機 其實仰賴的都是需要靠Wi-Fi 我們才可以用手機去查看畫面 但是這一台它可以在沒有Wi-Fi的地方使用 非常的酷 就是它可以仰賴4G SIM卡部分來上網 再來就是攝影機的部分應該沒有疑問 就是一定是需要插電嘛 要供電才能使用 但是它也可以不插電 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它裡面有那件電池 而且它可以仰賴太陽板的部分來做供電 所以它在戶外使用的是完全不插電的情況下 它可以自動去循環 讓這個監視器可以正常的作用 加上剛才有提到 它可以在不需要Wi-Fi的地方也可以使用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到它的應用方法 也可以非常的廣 非常的延伸 那你一定很好奇說 那它可以應用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它最適合安裝的地點 就像是比較偏遠沒有電源 或者沒有Wi-Fi的地方 像是工地 農田 果園 牧場 漁溫 風景區等等 其實這些地方其實是難以拉線 而且特別為它去配置網路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用這款攝影機 來達到安全守護的效果 當然如果你是要接電也是OK的 因為機器是有支援MicroSpeed的供電孔 而且它有太陽能板可以供電使用 所以如果要安裝在家裡田園或露台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方向 大家可以自由的延伸 那我覺得世內外其實都適合 除了之外它的規格也非常強 待會依序跟大家測試 開始前先帶大家看一下 它的配件的部分 夠了 好 利尾路手是全配組 那特別提一下 再來是台灣設計研發製造 那我必須說他們真的很用心 因為你可以很清楚的 在包裝上面看到產品的特色之外 打開盒裝拿出配件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他們在包裝上面的用心 那接著我們看它配件的部分 那依序是有 攝影機主體 入門指南 戶外用支架 螺絲釘組 5幅2A的充電器 MicroSD的充電線 以及32GB的MicroSD記憶卡 另外有加購的配件有 太陽能充電板 廣道鏈 這裡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購買 如果不講專門的朋友 延長也有一些開發中的配件 也是非常實用 大家未來可以參考一下官方的動態 來自行進行全購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攝影機的部分 好 首先我們看一下攝影機的外觀 可以從兩側看到品牌 還有AUTO的LOGO 另外在一側LOGO旁 還有一個喇叭孔的設計 那這個喇叭孔可以用來達到 雙向語音通話的效果 沒有什麼事嗎 沒有沒有 我只是好奇 旁邊那是什麼東西而已啊 你說自己旁邊那個是不是 對對對 我的太陽能板 它可以幫檢視器供電 好 如果安裝的位置 需要跟對方溝通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APP來操作 就能夠實時的將Shenny 傳遞到機器這方 非常的實用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正面的部分 那相較於傳統攝影機來說 它的設計其實是更加的謹密 有上次下跟大家說明一下 它依序是有鏡頭 LED的狀態指示燈 環境光的感測器 麥克風收音孔 以及內建PIR的感應器 那在鏡頭的部分 配置的是Sony的頂級感光元件 所以其實它在戶外拍攝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就是日夜間的一個部分 因為它的畫質 都可以達到清晰可見的狀態 也是可以滿足大家 對於畫面細節的要求 那它採用的錄影格式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FHD 1080p的30fps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側面的部分 那它這邊有配置 Micro USB的充電孔 可以用線材供電 或者是透過太陽能板也是OK的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電源鍵 以及SD卡以及Sync卡槽 那在Sync卡的部分 它是有支援四大電信商 所以如果你的環境沒有Wi-Fi的話 你是可以去申請這些電信的Sync卡的部分 透過這個地方來上網 達到遠端監控的一個操作 那另外卡槽的部分外面 是有橡膠蓋可以妥善的保護 加上攝影機全機防水達到IP65 所以在戶外使用 也是完全不用擔心刮風下雨 它是非常非常的耐用 那最後可以看到機器底部的螺絲孔 你可以搭配不同的支架來安裝 那接著Leo就先安裝起來 再跟大家分享它的畫面吧 好Leo這邊是安裝在 我最近乘住了一個桃園的工作室 那這邊才剛裝很好 所以目前沒有網路 加上我把它安裝在公路室外的大牆 這邊其實我也沒有拉線 那它就非常方便 就是在現在沒有網路 也沒有電的情況下 它就是可以安裝在上面 然後就可以直接做一個監控的部分 然後我是透過它裡面 附的這個戶外型的支架安裝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把螺絲螺帽的部分把它打進去之後 再把它固定在外牆上就可以了 它是非常的穩 而且角度上面來講 也都可以調整 那我覺得它很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安裝好之後 我剛才看它的畫面 其實我是有嚇一跳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廣角非常的強 也有先跟大家講一下 Leo的這個工作室的面寬呢 是6米 但是你發現它6米都照得到的情況下 它左右兩邊其實延伸的空間 還非常的大 所以它其實 範圍來講是真的超級廣的 就不用擔心說會有死角的部分 其實是拍得非常的清楚 再來就是 目前你看到是沒有接電的情況 如果說我們要接電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太陽能板 那這邊後來跟大家講一下 太陽能板的線它其實給的蠻長的 所以你可以往外面一點移動 那因為我這個外牆 這個地方其實就 太陽就照射的到了 那現在下午沒有太陽 那原則上只要太陽照過來了的情況下 它就可以直接做一個除電的動作 那我們就只要把線的部分呢 把它連接到攝影機的這個地方 把它做一個持續性的供電 當這樣子連接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用太陽能的部分 直接除電過來 所以非常的方便 就是可以去延伸 當然我覺得 我現在在工作室這邊裝 其實沒有辦法發揮它最大的效益 因為它最大的效益就是 安裝在那一種 可能不適合拉電的情況下 應該是更完美的 所以這部也是給大家參考 那接著跟大家分享一下 手機APP的部分 好那繼續開機後呢 我們先到應用商店呢 下載對應的APP 然後註冊一個帳號呢 開始連接設備 那APP會提示你步驟 你只要按照三個步驟走呢 就可以順利連接使用 那連接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APP上面看到 攝影機的連線狀態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畫面的下方 會有拍照跟錄影的一個圖示鍵 那我們可以點擊拍照的部分 這時候呢 攝影機就可以即時的拍一張照片 讓我們快速辨識 就是現在的一個環境狀態 那如果你想要觀看環境的動態狀況呢 只要按下錄影鍵 就可以馬上看到超大廣角的即時畫面 非常的方便 那回到畫面的右上角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動態偵測的圖示 以及SIM卡的網路訊號 還有電量的部分 方便讓你了解攝影機的狀態 那如果機器本身電量偏低的時候 它也會有低電量的通知 好另外呢 ALTO GO專用的 5W IP65防水太陽能板呢 它有超高能源的轉換率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呢 攝影機會常常沒電 需要取下來反覆充電的問題 那接著我們按下齒輪按鈕呢 可以針對攝影機有多項的參數設定 像是你可以調整照片的品質 包含影片也可以調整FPS 以及影片的位元率 那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調整畫質 都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呢 ALTO開啟動態的感測的部分 那它是有內建AI的辨識技術 但光是開啟是不會感測的 還需要在APP設定頁面下拉的 進階設定選項裡面 去勾選可動作感測的辨識類型 所以可以精準的辨識人、車、動物 那你可以調整靈敏度 以及開啟提示音來提醒對方 接著是有排程功能 如果你是有種植作物的朋友 這個超方便 你可以透過預約功能來製作生長履歷 也可以透過縮時記錄下環境中的各種變化 那這部分都是可以讓它自動生成影片 非常的方便 你也可以後續的下載使用 那接著我們看到共享按鈕的部分 那在APP上面的觀看權限 它不會鎖在一支手機上 所以你是可以透過分享功能 讓很多人同時觀看攝影機 而且被分享者也支援即時的觀看跟回放 非常的實用 那基本上是不挑手機平板 只要是安卓跟IOS設備 都可以連接使用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去設定它的警示音的部分 以及測試AI辨識的功能等等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設備的版本跟儲存空間狀態呢 也可以透過最上方的這個設備資訊的按鈕的部分 可以做一個檢視 那大家可以照自己的需求 在APP上面進行調整 那最後呢 在APP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個72的數字 那這個是警報通知 那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因為剛才利尾安裝的時候 不小心就先把它打開了 所以在安裝過程中 一直有去晃動到攝影機 那它的警報非常酷 就是你點進去之後呢 除了會有基本的時間通知之外 它可以先讓你瀏覽圖片 再決定是否下載 那這樣的好處呢 就是如果照片看起來 你覺得沒什麼 你就不需要特別消耗流量去下載影片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情況下 再做下載就可以了 非常的實用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剛才提到的AI動態增增技術呢 這邊利尾給大家補充一下 你可能會很好奇 就是精準的辨識人、車、動物有什麼幫助呢 其實一來是可以避免到 傳統攝影機誤爆的情況 因為如果太敏感 或者是辨識技術太差的攝影機呢 它很容易呢 就是可能只是昆蟲飛過 或是樹葉飄過 它就會頻繁的觸發警報 其實這樣子反而會讓你 覺得非常的困擾 那二來就是 如果你安裝在戶外的 像是菜園還是果園 平常呢 如果你不在現場照看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AI辨識來判斷 是否有人 或者是動物入侵 就可以及時的掌握現場的環境動態 那緊急的時候呢 它也會有通知 你也可以下載影片來保存證據 好 讓小偷得以伏法 這部分我覺得是它最大的一個特色 那另外機器是4HD的畫質搭配Sony的感光元件 所以它在戶外的日夜監控畫面 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OK的 當然我也是推薦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它的智慧預約拍照的錄影功能 因為你就可以記錄一下自己的菜園 果園的伸展動態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很優秀 同時我覺得它也是一台 不可多得的戶外型攝影機 好 另外就是剛才Ryu在測試畫面時呢 大家應該都有發現到它的畫面角度很大 然後它機器是可以達到130度的超廣角 其實對戶外監視來說相對方便 比較不用擔心死角的部分 另外我有測試夜間的畫質 像我這邊的話晚上其實蠻暗的 但是它在低照度的環境下 它一樣可以帶出不錯的畫面 那這裡就是因為它裡面是有內建 紅外線的LED可以達到8秒的夜視距離 所以在晚上的畫面其實也是非常OK的 那如果你是屬於監控需求為主的朋友的話 其實可以設定它的警報推波功能 只要時間跟範圍內有物體移動 就會自動訊息通知 可以即時的掌握 好 來接著分享一下防盜的設計 如果是安裝在比較偏遠的地區的朋友的話 其實Ryu這邊是比較建議 大家可以選配它的防盜鏈來保護攝影機 那如果是居家實用的話 其實它裡面本身就有內建防盜警報 只要有人試圖去偷取的時候 機器就會自動觸發大分配的音效 來賀止小偷 同時也會發布警報通知給你 所以這設計我覺得算是相對貼心實用的部分 所有通知紀錄呢 都可以透過App內的回放免費 甚至天內的事件紀錄中查看 所以你是可以自由的從App的遠端中觀看影片 也不用擔心安全性 因為它的數據都是有全程加密 對於女師來說相對更有保障 這部分也是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最後分享一下太陽能板的部分 那它的設計一樣有防水防塵 以及搭配支架它是有多角度的調整 那也具備高轉彎率 過展 過熱 充電等三重防護 所以說基本上透過太陽能板 是可以實現遠距離 無線無電的一個循環使用 倘若你是像剛才提到 有農田或菜園的朋友的話 其實你應該非常喜歡 因為你不去的時候 基本上也可以監控 而且透過太陽能加上SIM卡的配合 可以隨時讓你查看當地的一個狀態 也可以透過App使用的功能 來記錄一些生產 還有農作物發展的部分 那根本覺得它是非常的實用 這部分大家不知道怎麼看呢 好 大家這樣一下子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那Leo這個有把這個攝影機 放在工作室上使用 也有帶到朋友的菜園跟果園使用 其實我真的覺得它在戶外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可能在居家使用 你可能GAP不到它的功能跟它的使用性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私人土地 或者是自己的一個菜園果園之類的話 我覺得應用這樣的攝影機 其實是非常不錯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它的相關照片 整個在影片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今天介紹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介紹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ma看看 我們很喜歡的